台股大漲了兩天 總共漲了400多 快要500點 400多快要500點 如果說我們依照這一個邏輯 統計近10年 每當單月下跌千點過後 台股的隔月必然要漲的話 18年10月 2020年3月 2022年4月的例子告訴我們 只要單月大跌超過千點 下一月大跌超過千點 下一個月就是要漲 不論漲多漲少就是要漲 我們假設 假設說7月也是要漲 我們哪怕它只漲一點 哪怕它只漲一點 都表示現在還有300多點的空間 對吧 還有300多點的空間可以漲 因為6月收盤價14825 如果說7月就是要收紅 大概就是300多點的空間 其實要不是今天因為這個盤中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有傳出這個重槍 可能還會漲更多 今天中場是只有上漲128點 當然安倍首相 前首相是我們台灣的好朋友 也希望他平安 真的希望他平安無事 現在你算一算 怎麼只剩下300多點 怎麼只剩下300多點 好少喔 各位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 老早在禮拜三這一天 在這一天 藏黑黑破底這一天 我在節目上大大聲聲告訴你 你有840點可以賺 因為到當天為止 台股的7月份 7月份是下跌840點 如果7月必然要收紅 表示你至少有840點可以賺 當天我有這樣跟你講 840點 你自己不理我的 好不好 而且各位 禮拜三我講完 收盤是840點 隔天有沒有更低 隔天 禮拜四 昨天還有更低點 對吧 你可以賺870點以上 禮拜四還有更低點 你不當一回事 我能怎麼辦 我能怎麼辦 其實這兩天跟大家分享過 台股上漲三個要素 散戶通膨政府 散戶通膨政府 這兩個禮拜 其實我也不斷跟你分享過 散戶不論是主動的 被動的 都紛紛在做退場的動作 融資現在 融資余額已經跌破1900億了 融資該砍的都砍得差不多了 融資砍完 現在只剩下線股繼續砍 所以差不多了 散戶走的差不多了 那通膨的部分 你看新聞看媒體就好了 油價物價確實都開始做回檔 對於升息也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這是好消息 最後政府 政府部分 昨天我標題 已經下得這麼清楚了 好不好 你可以不相信台股 你不能不信政府 我講的不是有任何政治立場 我講的是 你要相信 他有必然要拯救股市的決心 和不得不救的原因 好不好 現在的政府 他有必然要拯救股市的決心 還有他有不得不救的原因 如果你要去跟我辯論什麼政治立場 辯論什麼哪個政治人物的 千萬不要 不當然 好不好 我沒有要跟你辯論 我沒有要聊政治 我沒有任何的政治傾向 今天不論是藍執政 綠執政 什麼顏色執政都一樣 我在意的 只有如何利用現階段 政府對股市的態度 來預判未來的行情 就這麼簡單 哪個人執政 我只是依照現在當權者的心態 去預測未來的行情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好不好 你認不認同我的觀點 都無所謂 都無所謂 因為事實已經證明我是對的 好不好 這個禮拜開始 就像我講的 真的動作頻頻 禮拜一 儘管會說要抓突嬰 好不好 這個動作其實已經有點Over了 我們不是言論自由嗎 我想看多看空 不是都可以嗎 對不對 為什麼我今天釋放出一些 我認為比較看空的言論不行 為什麼我看空台股不行 好不好 不管 儘管會我就是要查 儘管沒有言論自由 我都是要查 對不對 先恐嚇你 先嚇嚇你 那禮拜三呢 這個更誇張 我命令你八大行庫 你要給我每天買 你要給我天天買 對吧 還有五百億 我先喊話了五百億 那昨天盤中一度傳出 有可能會提前開會 原本是下個禮拜一 後來有可能提前到 昨天開會 這昨天的新聞 可是後來昨天大漲 大漲當然就不用開會了 所以從正常來講 下個禮拜一 還是要開國安基因的例會的 OK 那再來呢 好不好 儘管會又喊話了 就是18招 不只Pattaya有18招 儘管會也有18招 對不對 這個禮拜 政府機關關關相互 每一個官方機構都在互盤 動作頻頻 現在已經證明了我是對的 今天我們再提供給大家一個 資訊兼教學 這幾天有人來問我說 外資的態度很奇怪 外資的態度看不懂 因為當初外資它是 你看它這個買超跟賣超的行列 它是買台灣50反 買台灣50反1 這反向的 賣台灣50 賣0050 你說買台灣50反1 賣0050 這可以理解嗎 表示看空台股 所以我去買個看空的ETF 我去賣出看多的ETF 看空台股這OK 這很正常 可是在過去的四個交易日 它反的也賣 正的也賣 0050也賣 00632R 它也賣 這是什麼邏輯 我好像不論是正的反 我全部都賣出去 這邊 我來 我反問大家 好不好 今天如果你手上有空單 或者有放空的股票 你會不會希望 出的越低越好 會不會 今天你出的越低 跌到越低 表示你賺的越多 可是散戶的角度 散戶就只能期待行情下跌 但是外資呢 外資是有能力去導致它下跌的 這話有藝術囉 我簡單講 今天假設我是外資 我刻意的去打壓0050 我刻意利用0050去製造賣壓 指數是不是就下來了 指數一旦下來 我的台灣50反 不就可以賣在一個很漂亮的位置了嗎 哇 這根本就是控盤來圖利嘛 對 就是控盤圖利 但你能怎樣 一切合法啊 一切合法啊 明知他刻意在殺 你卻奈何不了他 還有押韻對吧 可是當你了解法人心態之後 賺錢的機會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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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來 你看一下 我帶你看一下 這是 大概這兩年來 外資的一個動作 你看到這是台灣50反一 每當有幾次 這兩年來有幾次 外資比較大動作 再做出托50反 最大幅度當然是這一次 最大幅度這一次 可是往前去看 大概去年11月初有一波 去年的6月有一波 過去兩次比較大動作 一次就是去年6月 一次去年11月 好 那你看一下 這兩次帶給我們什麼經驗 回歸台股來看 好 差不多 去年的6月 外資大幅度出清50反之後 創新高了來到18000點 7月份台股就噴上18000點了 11月初外資大幅度出廠 台灣50反之後 台股就屢創 屢創 屢創 歷史新高了 12月 1月 台股是連續性的 一直在改寫歷史高點 這是過去兩次 告訴我們的經驗 每當外資大幅度的去賣出 00632R 也就是台灣50反的時候 行情後續會發生的事情 那麼現在 在這個時間點 再一次出現 台灣50反外資大幅度的出場 你認為這有什麼代表意義呢 當你看懂法人心態 你就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 好不好 各位 現在是上半段的尾聲 再次提醒好不好 今天是倒數第二天 我們在中視新聞台的日子 好不好 正所謂 天下無不散的演習 那當然我也很珍惜 這段時間以來 跟大家相聚的緣分 也很感謝這段時間以來 中視的觀眾給我的支持 所以說 如果你認為我們提供的資訊還不錯 你認為我們的節目 對你有所幫助 我分享很多 關於市場心理學的東西 真的能夠讓你有所成長 歡迎你好不好 我們的Live Telegram YouTube頻道 都歡迎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都可以做加入 後續都可以持續的追蹤 我之前也說過 為了要感謝這一年來 中視觀眾的支持 在這個月 可能月中 可能月底 我會推出一個活動 專門針對中視的觀眾 專門針對中視的觀眾朋友 那是一個純粹回饋型的活動 也許是送任何東西 送書 理財書籍 送禮券 送股票 Anyway 任何東西都有可能 反正現在還沒有定案 總之你要先加入 才會獲得活動的資訊 因為之後就沒有中視了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Live 加入我的Telegram 加入我的YouTube頻道 你才會獲得這些活動的資訊 所以Live Telegram YouTube頻道 務必加入 廣告時間 好好的把它加進去 休息一下 我強調現在選股 你一定要跟著我一起 劍走偏峰 劍走偏峰 我知道有一些 你印象中的機油股 這兩天都在反彈 可是就像我這幾天 不斷提醒你的 有時候漲你不要太開心 當然有些股票 它也許是連漲兩天 可是仍然有一些股票 例如說四星 昨天反彈 今天稍微有點無力了 今天台股大漲 它還是翻黑的 又或者是德維 同樣是去年 非常受矚目的一檔股票 可是一旦跌破 橫盤整體區之後 兵敗如山倒 今天一度還打到跌停 而且它是破底的 今天是破底的 或者說同樣的智原 今天跌幅也不算太輕 而且各位 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現階段 也許你去挑選這些 跌深的法人停損股 這些機油股 你買的比較安心 可是這些股票 它這兩天 充其量也就是跟著台股一起漲 台股漲兩天 它跟著漲兩天 那你是比較喜歡 跟著台股一起漲跌的股票 還是不論台股漲跌 它都一直漲的股票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你喜歡哪一種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上個禮拜我有沒有很明確的告訴你 劍走偏峰這四個字 其實沒有 上個禮拜我沒有講到一個 這麼明確的方向 劍走偏峰 可是我至少有告訴你 元宇宙是我的佈局重點吧 上個禮拜三 禮拜四 買股召集力 元宇宙是我的佈局重點 有講吧 上個禮拜 每一檔元宇宙的股票 都在大跌回檔 當時我就不常知的告訴你這個想法了 OK 你可以自己買 你可以自己買 對吧 你去買宏達電 賺得到錢嗎 你自己買宏達電 所以你都賺得到錢 買位數我就不知道了 3508 買位數的話你要跑得夠快 你趁他漲你就要馬上跑了 你也能賺 只是說你要懂得出場 買威勝應該賺得到錢 只是賺得比較少 可是還是會賺錢 因為他昨天有創新高 還是能夠賺錢 當然賺錢賺的 最沒有懸念的一檔股票 仍然在我的團隊當中 仍然在我的團隊當中 整個元宇宙 我們就只挑這麼一檔買 就只挑這麼一檔 劍達 直到今天都還在創新高 漲漲漲漲漲 連續四天漲停過後 直到今天他都還在創新高 好不好 公開分享的 禮拜一的節目當中 各位這個是7月4號 這個叫做YouTube頻道 你都可以上網去做驗證 公開分享有圖有真相 好不好 YouTube跟會員幫我們一起做驗證 是不是禮拜一買進 7月4號禮拜一 好不好 買不到華新光的 直接轉買建達了 好不好 直接轉買建達了 而且現買現拉現賺 好不好 當天動作快的 就是賺兩根漲停了 好不好 禮拜一買進 禮拜一直接現買 買在這個位置 禮拜一的建達 買在這個位置 一個小時讓你買 29塊以下隨便你買 買完之後亮燈漲停板 禮拜一直接現賺漲停板 之後禮拜二再漲停板 禮拜三盤中再一個漲停板 昨天禮拜四再漲停板 沒有錯吧 買進當天在這裡 漲停板 漲停板 盤中衝到漲停板 昨天再漲停板 今天沒有漲停板了 今天沒有漲停板了 四天先送你四根漲停板 第五天很抱歉 sorry 今天沒有漲停板 可是照樣創新高 好不好 同樣的 恭喜一下 有賺錢就要恭喜 饑賀 我們週一買進的建達 今天發的訊息 聯標四支漲停過後 今天總算沒有漲停了 總算沒有了 儘管如此 建達仍然大漲創新高 請將持股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這蓋住是怎樣怎樣 是今天賣出嗎 還是今天加滿呢 各位我告訴你 這兩句話非常重要 因為這兩句話 代表的就是 元宇宙的未來 到底元宇宙的未來是 要再繼續賺幾根漲停板 還是差不多該賣了 否則下週會跌幾根跌停板呢 各位 元宇宙的方向 都在這兩句話當中 好不好 我們堪稱是抓元宇宙回黨 最精闢的一位分析師 所以各位 這兩句話非常之關鍵 如果你手中正好有 元宇宙相關的股票 你想了解元宇宙的未來 歡迎你直接來電 好不好 廣告資訊直接來電 我把這個今天的秘密告訴你 或者說你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好不好 螢幕右下角都有我們的LINE LINE先加起來 線上詢問也可以 好不好 當然最強元宇宙 無庸置疑就是建達 連標四根漲停之後再創新高 可是昨天有一檔 算是我特別提醒大家的 楊明光 楊明光今天反而比建達更強 他是前幾天表現沒有那麼突出 可是昨天拉漲停之後 今天再漲停 昨天特別提醒你的 昨天節目你應該還有印象吧 昨天我是有講 他是接位數的棒 像大隊接力一樣在接棒的 好不好 這個我不說破 這個叫做一個籌碼的轉換 如今看來我又說對了 我又看對了 因為今天的位數 這個叫做差強人意 台股長這樣 你給我跌這樣 但是轉換過來 接棒的楊明光呢 這一根棒子一接過來 不得了了 好不好 昨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接棒的味道出來了 那禮拜一除了建達之外 我們第二檔 買進見走偏風的股票是誰 華星光 因為才買進沒幾分鐘 馬上亮燈漲停板 買在這馬上拉 買在這馬上拉 同樣的是 禮拜一七月四號的節目當中 YouTube頻道公開跟你做分享的 來各位 昨天4979華星光 既回檔一天之後 昨天直接漲停板 今天盤中繼續漲停 繼續創新高 昨天我就告訴過你了 來 昨天 這昨天 雖然華星光大跌回檔 我們堅持續爆 最終證明了堅持是有價值的 因為昨天的華星光 再度飆高漲停板 鎖死 今天好不好 這是今天的訊息 早上9點40分 昨天才說過 堅持續爆華星光是有價值的 果不其然 昨天等到了第一支漲停板 今天迎來的第二支 好不好 同樣的操作景語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歡迎你加入我的團隊 你跟我同進同退 可是這不勉強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團隊 這是你的選擇 絕不勉強 但是如果你不在我的團隊之內 我就建議你不要亂操作 不要亂操作 否則你自己亂追高 我沒有辦法負責 我沒有辦法拯救你 好不好 你搞不好禮拜一 也許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我 華星光 馬上現買現賺漲停板 禮拜二 開高對不對 開高你自己跳進去買 禮拜三馬上吃到這支長黑K 然後就停損了 禮拜三這支疊很重 這支疊9% 你追在這 隔天看到疊9% 你不是嚇死了嗎 你停損停在這 接著華星光就噴出去了 連噴兩天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真的有幾位網友 這樣來跟我做反應 或者說 有幾位網友他是這樣講的 他看到華星光先噴了 昨天 跑去追光環 昨天掌停板跑去追光環 今天也吃一根黑K 這就很悶了 這就很悶了 所以各位不要自己亂做 不要自己亂做 你要不要加入團隊 絕不勉強 可是不要自己亂追高亂操作 現在的行情 還是沒有完全的偏向 百分之百的多頭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 震盪的情況發生 尤其在個股 所以不要自己亂操作 我們再花一點點時間 看一下車用電子 各位 我們都有提醒到的胡連 昨天漲停 今天繼續刷新新高 曾經的代表作提威西 各位今天有沒有看到 東山再起的 橫盤整理之後 東山再起的 今天差一點點要亮 真的漲停板了 提威西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東洋也很強 今天雖然最後是收跌的 可是他已經有先創新高了 昨天同樣拉長紅 可以今天繼續的改寫新高 地保的部分 今天也是上漲超過半根停板 茂蓮各位 茂蓮連連續三天創新高 連續三天創新高 這一檔股票我們分享了 有沒有四個月以上 四個月以上至少 我說過茂蓮的超速模式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它看似常常在跌破季限 可是從來沒有真正跌破過 看似跌破從來沒有真正跌破 看似跌破 看似跌破 每次都是看似跌破 甚至一度給你跌很深 但是到最後總是能夠化險為夷 就是可以站回來 就是可以站回來 好不好 這個就是茂蓮的特性 這就是茂蓮的特性 所以這個都是公開教學公開分享 這個都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公開免費的分享給你 我就讓你賺 你只要跌破季限你就買 跌破季限你就買 跌破季限你就買 哪一次不能賺到錢 好不好 這是公開分享的 另外低軌衛星要注意了 好不好 聖拿科昨天營收開出來 創歷史新高 六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直接今天就亮燈漲停板了 那賤漢是在前一天開出來的 昨天也是直接拉長紅 今天繼續創新高 因為他的六月營收 月增率是76% 年增率93個百分點 下一個會是誰 下一檔會是誰 讓我猜猜看好不好 同樣是鴻海集團的台陽 可能性非常高 下個禮拜拭目以待 當然現在行情如此 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剛好是我說的那種 前幾天把股票 砍在阿呆股的這些人 現在你會感到很鬱悶 又有一點猶豫不是滋味 可是你又已經 對台股失去信心了 所以現在對你來說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會看對不對 過一陣子再說 現在你是只想遠離股市 對吧 可是我必須告訴你 my friend 我的朋友 如果你現在選擇離開股市 基本上你就確定成為輸家了 只要你留下 永遠有機會成為贏家 楚漢相爭的歷史聽過吧 項羽一開始氣勢如虹 先大破秦軍 秦朝被他推翻了 成為西楚霸王 成為西楚霸王那一年 他才25歲 才25歲 接著開始楚漢相爭的局面 蓬城之戰大破劉邦 可是最後前面都把他壓著打 最後輸了一場該下之戰 一蹶不振 無言面對江東富老 選擇在烏江自聞 這個狀況是不是跟散戶有點像 去年形勢大好 怎麼買怎麼賺 勢如破竹 一個個都是少年股神 今年跌個3000多點下來不得了 一個個融資斷頭 現股也停損出場了 現在你不要跟我講股票 我沒有那個顏面面對我的父母 因為把父母的錢都輸光了 可是就像我說的 現在離開股市 你永遠是輸家 歷史上都記載著 劉邦建立漢朝 項羽自聞身亡 請問你 以項羽的名聲勇猛 只要他當時念頭一轉 苟且渡江 重新整莊 東山再起 你覺得有沒有實力 再跟劉邦一戰 史學家都講了 羽之神勇千古無二 沒有第二個人 項羽能夠在25歲 用這麼短的時間 取得這麼大的勝利 表示他的軍事才能 是非常卓越的 當時只要項羽不放棄 說不定歷史是會被改寫的 反觀劉邦 一開始沒有人看好 屢屢失利 就被壓著打 可是最後 成就千秋八夜 歷史告訴我們 能夠笑到最後的人 都是這些不放棄的人 現在各位 你的機會已經來了 只要你能夠成為不放棄的人 你的機會就來了 你現在確定還是要選擇放棄嗎 不願意放棄的朋友 請跟我來 好不好 請你跟我來 不知道該怎麼做 直接撥打專線進來 或者加入我的Line addwin16888 小小鼠win16888 這個Line可以和我本人 和我們的研究團隊 做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你想知道該怎麼做 這個週休二日好不好 這個週休二日 我們來好好討論 Telegram YouTube頻道 也都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不願放棄的朋友 請你跟我來 我們下週見 拜拜 進去 going of the news 在這裡 是